国人悲痛 新冠疫苗即将灭世 背后的功臣却走了 今天请把热搜和头条留给这位抗议勇士 让更多人为他转发送刑 送英雄最后一程 就在昨天 北京传来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中国医学科学院专家 国务院疫苗研发公关专班组长赵震东 不幸因公事事 享年53岁 疫情一时 他说这是打仗 我们必须上 一边投身 药物筛选 疫苗研发等应用科研 一边担任疫苗研发专班组长 为五条技术路线 12个研发单位的疫苗研发生产 建研献策 保驾护航 长达200多天的黑白无休 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类 但总是说应该再快一点 这样就能从死神手里夺回更多生命 正是由于赵震东的科研创新和保驾护航 中国的新冠疫苗才会如此安全快速的问世 中国人民才能手握抗疫力气 不必看任何国家的脸色 除了在新冠疫苗研发工作上贡献巨大 赵震东身上所表现出的科研风骨也同样让人敬佩 与一些伪专家 伪学者 喜好趋炎复视 刘虚拍马不同 赵震东说话 直接了当 不怕得罪人 他最常说的就是 在科研真相面前 我不会拐弯抹角 一是一 二是二 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要让科研在正确的道路上进行下去 明明有问题还不指出来 那就是对科学的不负责任 这种敬畏科学 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 让不少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自残行贿 或许 这就是疫情袭来 疫苗研发专班将其重要的组长重任交给赵震东的原因 有了他的坚守护航 我们对疫苗的使用也会更加放心 如今 中国研发新冠疫苗即将开展大范围注射 不少国家也纷纷排队上门求购 可为此倾尽心血的赵震东却突然走了 而且走得无声无息 实在让人痛心 明星网红直播带货 夸大宣传 价格欺诈 却依然粉丝无数 赚得盆满钵满 而这位为国分忧 为民解难的科研功臣却走得无声无息 甚至没有登上一次热搜 实在让人寒心 今天无论你有多忙 看完请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所有微信群 让更多中国人铭记这位疫苗护航者 请大家多多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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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